诸心算不符合数学的思维逻辑 有人说 诸心算不符合数学的思维逻辑 不如我们一起来问问 人工智能对这话题的看法 人工智能的回答是 人脑、电脑、计算机 以及算盘的运算原理 都是通过一种称为高位加减法的原理 来完成加减算的数学运算的 这种方法在算盘中常被广泛地使用 出生于匈牙利的美国及犹太人数学家 约翰·冯诺伊曼教授的研究中指出 神经系统在进行思考和计算时 同时包含了算术和逻辑的部分 这意味着 我们的大脑在进行思考和解决问题时 也会使用到高位加减法的理员 约翰·冯诺伊曼教授 是理论计算机科学与赛局理论的奠基者 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 他与爱因斯坦等人 同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始教授 他完成了现今最广泛使用的电脑架构 冯诺曼基也参与了第一部超级电脑 AdVAC的组成 晚年对脑科学以及人脑的运作方式产生了浓厚兴趣 今日既然有人说 诸心算可能不符合数学的思维逻辑 我们不妨以反向思维来做个计算机原理的实验 看看计算机的运算原理 能否以低位加减法来完成四位数的加法题目 例如1357加2468 若以低位加法来完成这道千位数的直视题目的话 我们就要先按7加8 然后是5加6 然后是3加4 最后11加2 然后看看计算机上是否能出现3825这个正确的答案 实验证明了 计算机是无法以低位加减的原理 来完成多位数的加减算题目的 因为事实上 人脑 电脑 计算机都是以高位运算为基础的 还有 如果说一位算力出众的学生 已经有心算的能力 可以运用高位加减法来计算多位数的题目 但回到学校里 就无法以低位加减法 及各位数来计算的话 见到这样的表现结果 未实模反而会合乏逻辑 诸心算在训练进行时 儿童需要眼道 耳道 手道 和心脑齐道 是锻炼思考 提升专注力 增强学习能力和算力的最佳培训计划之一 我们相信 学生的算力 一旦得到提升 就能够为他们的未来 储备足够的竞争力 为个人 家庭和国家争光